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要进去我的心是很坚定的 买单程票 生命必大 我不做完不回家 赶紧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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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朋友就已经等我们了 我们要赶快把两线教师给王公 一个曾经被联合国称为弃城的地方 短短一个月后 乌与街道的轮廓逐渐清晰 仿佛是被施了魔法般的转变 就发生在菲律宾海淹风灾的重灾区 根据菲律宾政府的统计 海淹台风造成了超过6000人死亡 1800人失踪 400万人无家可归 以莱特省的独鲁万事来说 灾后不久抢劫贫传 居民惶惑的眼神除了害怕 还有更多的是无助 如何帮助他们重新站起 需要人类社会更大的智慧 与国际间更多的资源挹注 因此各国NGO相继地进入灾区 美国 英国甚至派出了航空母舰运送物资 而日本创下了海外援助规模最高的记录 台湾 慈济基金会也在这里展开了史上规模最大的义工戴政 于是居民的眼神开始有了焦点 经济有了奥运 街道开阔了 市集也重新活络 这样的转变就发生在灾后的一个月内 如今一百天过去了 慈济比落的丁锤生渐渐盖成了一间间的房子 失去校园的孩童一个个重新回到了教室 一切的转变看似魔法 其实这当中是许多许多人的爱心与努力 以慈济基金会来说 超过了二十八万人次的以公代正 怎么做到的 每个做法的背后又有多少贴心的考量 与现实的折冲呢 十九天的以公代正后 成果让国际媒体惊艳 也吸引了联合国参访借境 更让台湾再一次以慈善的软实力 扬名国际 这里是通家中央小学 通家位在菲律宾莱特省 独舞万事与奥默课室之间 地名就带有中间的意思 我一切都要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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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我们的小学生 帮助我们的小学生 小学生 所以我们的小学生 都要求我们的小学生 因为我们的小学生 没有能够认识 四个小学生 在一间房子 如果我们的小学生 我们的小学生 都在四个小学生 都在四个小学生 但现在我们已经开始 我们的小学生 海洋台风过后 通家也受灾惨重 有些教室屋顶被新了一个大洞 有些班级在受损轻微的教室上课 六年级的佟妮林 很羡慕能在新教室上课的同学 我们的小学生 也就是在他們的部門 我們是我們的學校 就是一個平常的學校 所以它只會有故事 故事說話 對於他們的體驗 然後遊戲或遊戲 那樣的 除了教室受损 家里能不能遮风避雨 对童年龄来说 更是重要 回想起台风来的那一天 童年龄一家十口人 分两地避难 风灾过后回到家里 屋外的椰子树拦腰折断 屋子只剩下断圆残壁 尽管失去了大部分的家当 但是全家人都平安 是不幸中的大幸 台风那个母猪 后面有稍微受伤 那它小猪都在里面 那猪还找得回来很厉害 这些猪它会拿去卖 为了小朋友的学费 家里养的猪只也安然度过海燕风灾 对童年龄家人来说 这就像是劫后余生的一种小确幸 墙壁上沾着泥土的奖牌 是童年龄学习的骄傲 爱看书的她 即使书都泡水了 仍然不忍心丢弃 然后有的是她妹妹姐姐的 然后这个是她姐姐送给她的 台风已经远离 但在佟尼林的家园留下的痕迹 依然让人触目惊心 曾经满目创意的家园 因为有了外来的帮助 让原地重建有了可能性 我们有衣的方式 两只的则 就像帮助 零只的生命 鱼 鱼 鱼 的鱼 鱼 又一只销 然后鱼 鱼 然后鱼 我们在一项部的 佣旧的努出来 帮助 非常非常有点 祝愿 还有很多 有收藏的收藏 在金融支援 多謝多謝 很重要的事情 幫我們 和我的兒子 師傅 多謝多謝 神經病 面海而立的獨魯萬 晴空萬里 海天一色 在海燕風災之前 這裡是著名的度假聖地 海燕席捲之後 一切全走了樣 時間到回2013年11月 被CNN譽為是史上最強的 颱風海燕 橫掃獨魯萬 從空照圖中可以清楚看見 原本的道路變成一條條河流 大半淨激物搏毀 碎片殘骸隨著洪水 輔輔塵 災後第五天 台灣的慈激基金會 國際佛光會等七個宗教團體 與民間單位 不及將近一百噸的救援物資 由軍方負責運抵菲律賓 國際上的激活 我身份的性感 其實是有實的 有很可憐 某人們都失去了 每個都不足 這裏有過的 和國際間單位 有在呼籲 很多人都會提供 他們支援和支援 但是第一名 而是台灣 同時 素悟的慈濟志工已經緊急動員 進入素悟受災嚴重區域勘災 進行疫診與發放 因為有在地志工的澳園 慈濟的腳步總是走在最先 另一方面 慈濟菲律賓分會志工 從馬利拉出發 經由素悟前往重災區之一的 奧默克市勘災 同時發給一千戶災民大米和茅坦 舉辦疫診為災民打破傷風疫苗 慈濟40人勘災團則在11月15日開拔 前往距離奧默克市100公里之外的 獨魯灣 救援路線從馬尼拉 搭一個多小時的飛機 抵達速物 接著搭船兩個半小時 抵達奧默克 最後再以陸路方式 顛簸三個小時挺進獨魯灣 獨魯灣是菲律賓第五大城 全市20萬人口 由於位於銀封面 他驗來襲時首當其衝 從較高的地方環顧四周 幾乎看不到完整的防射 沒有表情 眼睛沒有希望 一進去我也是 那也是我的故鄉 我也是很痛 我心也是很痛 看到他們怎樣 怎麼生存下去呢 慈濟志工李偉松出生的南萊特省 和獨魯灣市同屬萊特島 對他來說 獨魯灣是再熟悉不過的城市 一趟勘災之路 李偉松親身體會到 大自然的無情與威力 災民的未來 一度讓李偉松覺得十分焦慮 災後第八天 來自印度與紐西蘭的救援物資 抵達獨魯灣機場 苦等物資多日的災民等不及發放 爭嫌恐後 領取物資 菲律賓這個救災的方式 就是一個模式 就是紅石智慧 政府或是其他的NGO 都是以物質為主 那裡有災難 大家都是包一包兩公斤的米 兩個罐頭 砂丁罐頭 還有兩包的方半面 那就是一份 那如果比較有錢的NGO 就給都帶一萬一萬包 比較少的給一百包 一千包這樣 帶進那個災區 幫給這些災民 他就回家了 面對猶如海嘯重擊過的城市 與徬徨無助的災民 從哪裡著手 如何幫助他們走出陰影 慈濟志工們 心裡已經有了計劃 要進去 我的心是很堅定的 買單程票 生命必大 我不做完不回家 2009年9月 凱善那颱風侵襲菲律賓 洪水肆虐大馬尼拉地區 17萬人無家可歸 不管我們在這裡 還是在哪裡做 你們會比較熟 最重要的不是說 他有沒有工作 眼睛看著他 可不可以管理他 不是 最重要是讓他有個機會參與 慈濟基金會策劃移工代證 受創嚴重的馬利錦納市 在短時間內恢復勢容 馬利錦納市成功的經驗 建立起安定社會的救災模式 因為我們有凱善那颱風的經驗 知道進去這個情況 那麼多的垃圾 一定要先把這些垃圾 就是清少才不會有疾病 然後那個路通了 那經濟就會通 在義工代證開始之前 慈濟聚工把握時間 徒步哀家哀戶拜訪 傳達義工代證的訊息 但是災民們似乎是半信半疑 第一天那個新華中學 人數是被我們要出來的 本來是只有兩三四十個人左右 我們還要再去面對那些人 跟他們說這個一共大概是多好啊 所以到最後不到十五分鐘 人就自己過來 一共六百一十人 這裡的最低工資才兩百三十八塊 我們給五百已經超過一倍了 所以你看到他們是那麼高興 他們覺得這是不可思議的事情 一天五百元的代證金 對於當地人來說 簡直是出乎意料之外 福律賓志工們 當時聽到正言上人 決定給予一天五百元批索 也是覺得不可思議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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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上人的一份悲心 他是超越 他說這個移工代證的一個部分 雖然說是移工代證 其實這是一個經濟的一個補助 我們是啟發這些人來 來清來做好這一件事 然後恢復我們 重建我們的一個家園 慈濟基金會 言而有信的消息傳出之後 第二天來移工代證的人數 激增到了兩千三百人左右 之後更有單日突破三萬人次的紀錄 這裡是安妮博小學 也是移工代證的第二個據點 災民集滿兩線道的馬路 儘管艷陽高照 他們依然耐心等待 因為這可能是他們 扭轉悲彩生活的契機 每個人手上 都拿著各式各樣的工具 敘事待發 為了便於管理 我們每一組都有一個領導 就是一組是十個人 他就是暫時的臨時的組長 臨時組長 我們會跟他講 我們今天打掃的區塊 大概是哪一個區塊 因為我們是從馬尼拉過來的 我們沒有帶很多的工具過來 所以他們自己很聰明 他們自己會製造他們自己的工具 這個就是臨時的用木頭 訂好的 這個上面還有釘釘 可以當爬子這樣爬過來 先爬過來 再用這塊做過去 這個也是這樣子做 他這個樣子多 這樣子多 很有用這樣子推 這個跟圓橋的原理一樣 就是把人組織成十個人 十個人 那早上就把這些人集合 然後保留一些時間 跟這些人精神喊話 鼓勵 艾傻 然後點名 做一個登記 之後就請他們去清掃 回來後還是同樣有一段時間 大家再次再做一個集合 所以當時就是馬尼斯蘭這份經驗 應用在這個災難的一個階段上 牠是蔡生杭 年紀輕輕的牠 肩負起開拓新據點的責任 受創的災民眾多 每雙期盼的眼神 每個無助的靈魂 讓同樣身為菲律賓人的蔡生杭 覺得格外沉重 當時我就告訴他們 毒爐萬大家都知道 它不只是一個受災 它之後又有搶劫犯案的一個部分 而且是整個是前面的這樣 讓人整個菲律賓 甚至全球對他們有負面的一個影響 負面的一個看法 所以我說這個部分 會影響我們日後的一個生計 因為大家會對你們沒有信心 所以我說一方面是親我們的場地 讓大家知道說 我們已經漸漸要開始站出來 重圈我們的一個家園 而在移工代政的場合中 這一群士工格外引人注目 四年多前他們還是參與 凱善納風災移工代政的災民 如今都已經成了慈濟職工 兩千萬人 好 今天是兩千萬人 好 太棒了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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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災難來臨時 不分貧富貴賤 不分膚色人種 每個人都可能是受壞者 重要的是不分你我互相幫助 這條河流 臨近已公代政的第一個據點 新華中學 風災過後 大量的殘骸 甚至是動物屍體 沖塞整個河道 而居民就在河流旁邊的供水處取水 景象讓人觸目驚心 為了加速清掃工作 慈濟志工更是不遠千里 想幫設法調來眾行機具 其中的靈魂人物 是菲律賓的華人志工楊國英 望著海面 苦等17個小時之後 千盤萬念的運輸船 終於抵達港口 朋友是礦山 所以跟他們接 他們現在是淡季 所以就可以借我們用 快速拍 很快 快速拍來救濟 好 有 對啊 他很清楚 運輸船安全進港 楊國英終於放下心中大石頭 船長說 這是第二次幫忙載運 除了他之外 二十多位駕駛 也都以志工的身份 全力支援獨魯灣災後復蘇 而災後初期 發放祝福金所需要的現金 同樣也是透過船運進奧莫克 當時運送的過程 更是讓楊國英 忐忑不已 本來從蘇武開到歐莫克 普通是開兩個小時的船 但是我們是晚上開 就開了比較慢 開了差不多四個小時 因為 因為 船在海上 他們都不可以用這燈 沒有燈光的 就暗暗跑 所以還要兩個人在船上 就用眼鏡看 看有沒有那些 那些 那些 不能撞到這些 所以你現在 天空在夜裡美麗 看著星星會 讓你容易 看著星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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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聯絡的簡訊 那段運鈔過程 雖然膽戰心驚 卻也成了楊國英 一輩子難忘的記憶 曾經狂風暴雨的海面 如今一片平靜 曾經的無語問蒼天 在藍天白雲之下 似乎有了答案 希望重新回到了獨魯灣 校園再次爬上了 災民的臉龐 曾經充滿惡臭 讓人避之唯恐不及的河道 再次獻出原本的面貌 被垃圾充製的街道 因為大家的努力 不只路通了 災民閉塞的新牆 也倒下了 我們的一共代政的好處在那裡 第一 清洗整個環境 變成乾淨 第二 這些人 他們不是像乞丐在等 給這個錢 他們是用他們的勞力 他們的汗水 去拿到我們的救濟機 第三 他們變成有自尊心 鏡頭上的瑪麗安 是個單親媽媽 因為參與慈濟的以公代政 讓身兼復職的她 稍稍地鬆了一口氣 其實我在訪視 就有看到她 在餵小孩吃奶 她也爭著想 要來這邊 以公代政的機會 我覺得說 那她可能就是 對這個 以公代政 也是很重要的一個需求 那所以我就安排她 來幫忙洗衣服 馬利安說 丈夫因為癌症往生 家裡有四個孩子 嗷嗷逮捕 打掃街區的 移公代政結束之後 生活的壓力 推得她只能往前 沒有時間悲傷 馬利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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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認識馬利安 馬利安 馬利安的地方 馬利安 馬利安一家人 住在獨魯灣的海邊 密密麻麻的違章建築中 要找到馬利安的家 其實不太容易 您想分辨 太猛了 這兒很會 汁 accelerate 挑戰 公代 外 陪 九岁依然是懵懵懂懂 爱玩爱笑的年纪 但是妈妈不在家的时候 身为长子的哥哥 已经懂得为妈妈分忧解锚 付起照顾弟妹的责任 只有九岁的小男孩 我居然可以照顾 因为妈妈不在的时候 这三个弟弟妹妹都要她照顾 真的很懂事很棒 然后看她在咬弟弟的时候 还为她赶昌鸣 又爆了又爆了 马丽安说 风灾之前才跟别人借钱翻修房子 台风来了 屋子毁了 一家五口 目前只能暂时窝聚在简陋的房子 街道上车水马龙 市场里磨肩擦肿 曾经死及一片的街道 如今又恢复了活力 蔬菜摊上琳琅满目 苦瓜 茄子 红萝卜 叶菜类 应有尽有 老板娘说 风灾刚发生的时候 整个市场是停摆状态 几乎没有人买卖 现在路通了 大家的生活渐渐回到常柜 这些市场里的家庭 我们要收拾东西 只要赚钱 给他们的家庭 和他们的家庭 还有 我们的帮助 是从其他国家 尤其是你的国家 你的建筑 安东尼欧拿着义工代证赚到的钱 到五金行买材料 准备装修房子 然而对于华人老板来说 重新开张很不容易 尽管华人在独鲁湾只占了百分之五的人口 却是撑起独鲁湾经济的支柱 台风过后 他们一度成了抢劫的目标 三年来在这凹 在这头腿 在这穿 在这穿 你没怕吗 你怎么吃 我们就搁钱 我们进去 我们做一共代证 这些人都会有钱 你们的背墙 这个台风损失的 你们可以从这里重新站起来 就这样 那就 就这个经济 就慢慢回复起来 当地华商逐渐回流 可以看得出 以共代证有了成效 历时十九天 二十八万人次的以共代证 在慈解基金会的历史上 绝无仅有 也让国际媒体和联合国 看见了慈解基金会 几十年来所累积的 国际赈灾经验 如果我应该说 两三个的学习 可能你的社会 也会在未来的资金会 我们在大型国际社会 几年后 我们在大型国际资金会 邀请到最好的地方 我们邀请到最好的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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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是你的教授 我们是你的教授 走在独鲁湾市区 不时可以看见灾民 对着慈激志工挥手致意 在灾难面前 不分你我 大家都是一家人 因风灾而来的生离死别 让人感伤 但因风灾 四方汇聚而来的爱 让独鲁湾不再孤单 菲律宾位在北纬10度上下 属于热带气候 灾区动辄超过30度的高温 加上灾后 环境脏乱 卫生状况不佳 工会专家担心 可能会爆发疫情 因此有干净的饮水 与卫生环境 是防疫的首要任务 因应菲律宾这一次的灾情 慈激基金会的慈悲科技 再次发挥作用 与工研医院合作研发的 Q-Water净水系统 每日供水5公吨 足够1000人饮用 提供灾民的香饥饭 也创下了新的记录 而简易教室紧急派上用场 还将太阳能运用在简易教室上 面对全球灾难频传 救灾除了初始的一面悲心 也必须要累积经验 逐渐地汇集成为 有智慧 有方法 运用科技辅助的一门学问 在大家的引颈期盼中 通家中央小学 第一间简易教室落成 这批教室原本要送往 菲律宾三宝岩市 突如其来的海岩风灾 改变了它的去向 太阳来的他们整个靠边 下雨也是靠边 我们看这样我们觉得很不能 所以我们来这边任务 就是赶快把这个教室 组装起来 让学生有一个 也没有在室外太阳或下雨的地方 可以很安心的上课 参与简易教室研发设计的 慈禧志工张世问说 一间教室一千颗螺丝 十五个人只要两个小时就能完工 即使是家庭主妇也能组装 组装的教室全部是用螺酸的 就是在现场可以调整它 适应它的地平高高低低 我们都可以组装 如果我们是一片一片汗好来这边 这个没有水平 我们就没有办法组装 这是我们最大的那个方便性 半圆弧形的简易教室 双侧开窗 前后各有两扇门 屋顶装设排风口 增加空气对流 即使艳阳当空 也不会感到闷热 皮皮板我们以前是用白色的 白色它的透光率就比较强 屋子里面就光线比较强 就是感觉比较会热 所以我们上人磁石 我们说是不是改成 有一点磁灰色 我们磁气的那个色 让那阳光可以遮这一点 上来的时候小朋友就已经在等我们了 我们要赶快把两间教室给完工 好让他们可以进来读书 这群前来支援组装的志工 平均年龄六十岁 顶着三十多度的高温 埋头苦干 经过将近一个星期的赶工 通家中央小学九间教室 提前完工 这是一种一样的赶工 中央小学习 但这就是一种赞工 慈激基金会不只带来简易教室 也带来了净水设备 灾民大赞好喝的水 是来自于慈激基金会与公园院水利署 共同研发的Q-Water净水系统 巴巴风灾重创台湾 灾区无水可用 这让原本研究处理工业废水的研发团队 转向民生用水 这套净水系统的体积比传统净水器小很多 能够方便进出灾区与组装 这次一共运送三台净水器到独鲁湾 经过实际检测水值安全无虞 已经降到了浊度0.3 然后一般像我们在台湾政府公告的饮用水标准 是浊度低于2就可以使用 其实这边的水源我们接过来的时候 它的浊度是OK的 只是它在细菌以及其他会引起我们人体 影响人体健康的疾病方面 它是不安全的 生活中少不了用水 浸水器让灾民的饮水有了保障 就能遏止传染病发生 以工代证每天动辄上万人次 为了让他们没有后顾之忧 四季志工每天准备 16000人份食用的香鸡饭 一天就要150箱 从早上七点不到就开始准备 还好有这群帮手 让更多人能够享用到香鸡饭 我们很幸福这一步 虽然它是很难的 我们还可以 因为我们帮助很多人 我们帮助很多人 帮助很多人 吃鸡饭 你好 吃鸡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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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美猪同样来自台湾 为了帮我好吃饭这件事 在菲律宾一待就是一个月 你看 好吃 吃鸡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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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受災很严重 真的是全面性的这样的一个摧毁 所以我觉得说 我们除了一宫带正 让他们有希望之外 我们又提供热食 因为金色整个本会 也送了很多的香鸡饭 要来给灾民享用 其实当时候就克服很多的困难 一碗热腾腾的香鸡饭 可以让他们温暖他们的肚子 你送给我来 给我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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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谢谢 温暖的力量最具感染力 也最有扩散力 风载过后百废待举 但彼时情景与现在 已经是两样情 曾经愁容满面的灾民 现在是微笑着 维华未来 感恩 感恩 有很多爱和爱 我们的心情 感恩 感恩 谢谢你 谢谢你 同样也是受灾户的通家中央小学老师们 也自愿成为志工 来帮忙发放祝福金 我认为了 我认为了 我希望能夠成為這個很好的基礎 也很棒幫助人們 這也是我的回合 給我給予的東西 你們有些檢查團隊 知道他們真的建立了家嗎 就連多次進出災區採訪的馬尼拉記者 也訝異這一切的轉變 這次出災區採訪的馬尼拉記者 你不能只看到希望 它是更多的 這次出災區採訪的 在這些人的生命 是這麼大 你不能發動 你不能發動 這次出災,這次出災,這次出災, 這次出災,你 我们来看我们的兄弟和姨姨 我们非常感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Sikat ang takloban, maraming kababayan ang nawalan Inanod sa dalang pasigan, parang basura na lang kong tingnan Kalunos-lunos ang nangyari sa aking mga kababayan Walang makaka in damit kubik at tira han Ka wawang baian sa lupit nangkali ka sa 危機就是轉機 天災固然可怕 但也可從中重新省思生命的意義 天災讓人沉重 也讓人正視自然的無情 千輩自己敬畏天地 無情終會消滅 世界處處有溫情 過去十年 菲律賓 中國 美國 印度和印尼 是全球災難最多的前五名國家 未來極端氣候越來越頻繁的情況下 不僅是菲律賓 世界各地 包括了台灣 都可能要面對更大的豪雨 更強的暴風 如何借鏡與面對 值得大家深入思考 与大自然和平共存 聽起來或許有點老掉牙了 但處在現今的社會裡 這句話越來越顯得重要 人無法逆天 只能夠順天而為 我們無法預期災害 什麼時候來臨 但我們要學會 如何將災害降到最低 以災難為師 是一個代價昂貴的教訓 我們衷心期盼 這也是一個改變的契機 在漫長的重建路上 希望受災民眾 除了感受到愛與關懷 也能夠將這一份善的力量 在心中萌芽 讓它往外擴散 往外擴散 在魯欣中萌芽 他們在家裡 有名義的香蕉 這也是很貧性的 在迷宮 你們 要不要